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理人陆齐陆老师 爱情导师图类图老师 了解今天第一队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两个在一起一年多了 我一直觉得它挺靠谱的 对我也真的挺好的 但是到了毕业以后 面对社会 我发现一切都变了 我什么都没有变 我一直就是这样 上学的时候 我觉得我能努力做好所有的事情 到了社会也是一样的 他所谓的努力 就是各种的利用我 根本不把我当他的女朋友看 为了他自己 他什么事都能让我做得出来 我也有我的苦衷 但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两个好 我觉得他一直在误解我 而且任何事情他都想跟我争高下 好像只要我比他优秀那么一点点 他就看不惯 我真的不想跟他继续下去 这对情侣有意思 是竞争伙伴呢 还是爱人呢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杰23岁来自山东实习检测员 女嘉宾小金23岁来自辽宁实习检测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应该是大学同学对吧 对 怎么好上的 谁追的谁 他追的我 你追的人家 但是他没有特别用心地追 因为他长得高嘛 也长得挺帅的 他就跟我说了 然后我对他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我就直接答应了 怎么会说到利用呢 我们俩是大学同学嘛 然后大三的时候上半年 学校要实习协议 这时候学校正好来了一个公司 是我们专业性特别强的 招的人也特别少 只有一个人 但是最后一轮面试的时候 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我刚开始以为 他能让我留下来 毕竟我是女生嘛 但是他没有 他让我放弃这份工作 那我也是没有办法了呀 现在就是学校毕业嘛 他要这一门课程要结束 然后就需要交这份实义协议 然后我当实习 确实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了 家里也没有办法 给我想办法 我想留在实习庄 我也想毕业 我想和他再继续走下去 然后我就说那个 把这份机会留给我吧 我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了 而且我觉得两个人在一块嘛 稍微帮我一次也可以吧 你同意了吗 我同意了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没有比较计较那么多嘛 我就再重新找一份就行了呗 所以我就顶着各种的就业压力 然后家里也催 说如果要找不到工作的话 就让我回老家 但是呢我就是为了他 我觉得不需要要回去 他也不让我回去 然后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爸爸妈妈拖了一个远房亲戚 然后在石家庄这边 给我找了一个检测单位 然后我也通过自己的努力 好不容易进去了 还认识个学长 那学长正好是我的上司 他就挺照顾我的 还是我老乡嘛 然后就特别特别地照顾我 但是学长好像对我有意思 然后呢我跟他说 我说我要不要跟学长说明白 不让他要对我这么好 但是他说 让我利用这层关系 可以成为正式员工 然后我觉得他说得挺有道理的 我就听他的了 当时不是 你们俩个狼狈为奸 没有 当时那个 因为那个 当时他跟我说 他说那个上司 正好是他的那个老乡 还是我们前阶的学长 然后说对他也挺照顾的 我说那挺好的呀 这样出去工作 一个小女孩也挺不容易的 刚进公司那么累 然后我就说那个 那你就跟人搞好关系嘛 人家就是对你挺照顾的 你也别就对人冷言冷语的 可是我没想到他们到最后会 搞那么暧昧啊 我实在是接受不了这些事情了 你那份实习你留下来了吗 那个单位 那个单位实习协议干了 但是最后没能留下来 那你还不如让他去呢 因为我当时要跟他抢的原因 是因为我需要那份实习协议 然后来毕业 先说你进去了吗单位 现在我进去了 然后但是后来他来搅和 我现在都没办法工作了 他搅和什么呢 他不是那份工作没有就是 没搞定 对 然后他就跟我说 说让我找学长 给他找一份工作 然后我就厚着脸皮去找学长 我说我男朋友没有工作 咱公司有没有适合他的职位 然后学长就说没有 没有适合他的 然后 对 他不也没给我找吗 人为什么要给你找啊 他没给我找就没给我找 我不也没说什么吗后来 就因为学长不给他找工作 所以他来到我们公司楼下 然后赌学长还骂学长 说我和学长有暧昧 这个我去找你那个学长 去骂他是因为这个工作的事情吗 自己的女朋友跟别人那么暧昧 我去骂他不应该 我觉得我骂他很正常 我允许他对我好前提 是你让允许的 当时我是以为你们是老乡 然后就是随口问一句嘛 他们这种男朋友 我下面都不想听了 我觉得趁早你就赶紧走就完了 就因为这事我就特别生气 他就让我就没办法工作下去了 全公司的人都认为 我是那种脚踏两只船 而且靠学长上位的那种女 那学长怎么认为呢 学长 学长现在不搭理我了呗 不是 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对 确实我做了欠考虑 我没有考虑到对你的影响 但是你觉得你做的那些事情 都是对的吗 咱们以前在一块都挺好的 在学校的时候 现在快毕业了 你前男友现在要来石家庄工作 现在要调过来了 然后他表示要跟你复合 然后我现在做什么都是错的 你现在就要跟我分手 你觉得你这样用心 就是很单纯的吗 我跟前男友一点事都没有 跟你分手 跟前男友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因为你做的那些事 都是让我太恶心了 他除了做学长那件事 还做过什么事 还跟学姐勾搭 不是 那你就可以跟那个 前男友备着我出去吃饭 我跟学姐吃饭怎么了 再说我跟学姐 也是通过正常手段认识的 我们是在那个学校 那个优秀毕业生见面会上认识的 你是优秀毕业生 没有 就是学姐嘛 学姐是优秀毕业生 对 他就是回学校 教一下那个毕业会的经验嘛 然后就说一下 他是忙前忙后 形影不离地跟着学姐 还给人家学姐准备 特别特别用心的小礼物 他从来没送过我礼物 不是 人家学姐回来了嘛 我是运用会的 我总得有点责任心嘛 我去帮人把那些事情做好 怎么了 再说那个礼物 每一个学弟学妹 都给他们负责学姐 那你三个半夜跟着聊天呢 白天人家工作呀 我晚上跟人聊聊天怎么了 你周六周天还跟他聊聊 在我们去约会的时候 他经常跟他一起聊聊天 然后就把我晾在一边 不是 那学姐当初 是我主动加了人家微信 你偶尔跟人家搭几句话嘛 不然到时候 你说万一要是 你们让学姐帮你找个工作什么的 我跟学姐也提过 但是学姐那边 那个人也挺多的 所以就没 但是说我觉得这些东西 这也是一种积累嘛 又不是非得就当场就得用上 这学姐没帮到他 他都对他这么好 我帮到他 他也没对我特别特别的好 就是我们临近毕业嘛 要构思毕业论文的事 然后我把我构思毕业论文的事 跟他说了 我把我的想法说了 然后他表面上说 我的毕业论文想法不合实际 然后让我不要用 那我就重新选呗 但是后来呢 他把我的毕业想法想了 然后交给老师了 成绩还比我高 不是 这个论文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 我跟他说的是 你这个构思是挺好的 挺不错的 但是因为那个论文 他那个实验的内容太庞大了 那一台实验要做七八个小时 而且要用到学校一个 特别贵的一个仪器 而且那个实验的数据 也不是一组两多 要做好多 我说这个实验你太累了 我心疼他嘛 然后说咱换一个简单的题目 毕业就行嘛 又没必要非得那么完美 然后这个题目不就割下了吗 割下之后我就想 因为我在实验室那边 跟老师们也都熟 我可以用那台仪器嘛 我也有这个时间 这个实验我也能做完 然后我就把这个论文题目 接下来 然后我就做了 这个我只不过是用的时候 没有跟他说一声 我觉得他已经不用了嘛 我接过来用一下而已 他凡事都想着自己 从来没想过我 那你当初那个 咱们两个约好 周六出去逛街 我当时左等右等你不来 然后回头你给我打一电话 你跟我说 你要跟你同学出去吃饭 我当时虽然心里不舒服 我也说你吃饭就吃饭吧 但是后来跟你室友出去逛街 你室友是怎么跟你说的 你室友问你 上次你前男友买的东西 在哪儿买的 那个零食挺好吃 我也想去买一点 放我鸽子陪你前男友出去吃饭 你现男友重要还是前男友重要 而且还是背着我 我没有告诉你前男友 是因为我怕你误会嘛 就因为怕你误会 所以我陪他去吃饭的时候 我带着我们室友一起去的 那咱们两个刚在一块的时候 你也是带着我去 跟你室友去一块吃饭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 跟你现在你前男友 要来到石家庄工作 还要跟你复合 现在要把我踹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有联系的 你纯属在找借口 咱俩在学校的时候 一切都很和睦 现在毕业了 我现在也没有工作 现在你前男友也要回来了 也要跟你复合 公司里还有一个 事业有成的学长 你现在就像把我踹了 你觉得你这样做合适吗 我问问女生 你是有跟他分手的意思吗 你是不想分手是吧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感情的 只不过是有一些误会而已 就是说清楚 还可以继续走下去 不想分是他的想法 坚决想分是你的想法 还是说其实只是一个警告 就想分 想断清楚 想断清楚了 行吧 你们看看这怎么办吧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你这么大个个子 为什么从上场到现在 始终低着头 就是低头 一般人是觉得我错了 我认错低头 我觉得我 你错了吗 我觉得我错了 哪错了 就是开始毕业的时候 我就已经变得就特别慌 在学校的时候顺风顺水的 就是什么都特别顺利 然后现在临近毕业了 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 然后就感觉到特别多的压力 他那边他爸他妈就是想让他回他们那边发人 然后我现在就感觉到特别多的压力 就是特别害怕 他就是一旦回家 我在石家庄这边就属于是一无所有了 这些话他跟你说过吗 姑娘 没说过 其实一开始说到他的装装件件 我会觉得这个男孩真的是处心积虑 就是他利用所有能够利用的所谓的资源 包括是女朋友 我会很讨厌他 但是我听他这种 就一直低着头细细碎碎说话这种状态 我听着时间久了 我开始觉得他有可悲的地方 就是他自己内心深处真的是觉得自己很卑微 所以他这个低头并不是认错 我相信他内心深处并没有觉得自己完全错 他觉得我利用可以利用的所有的机会 哪里错了 但他为什么始终低着头 因为他内心真的很自卑 但是我觉得自卑有时候其实是一种动力 但遗憾的是这一点我在你身上没有看到 你并没有从自身能力上去提高 而是用了一些很有问题的方式方法 去想方设法获得机会 所以女朋友会说 我是想跟他断得干干净净 因为他做事的方法太恶心 我理解你 我知道一个男孩 出出社会的慌乱 但是这个不能成为我们 用不恰当的方法求上位的原因 所以你要自己反省小伙子 但是反过来说 这个姑娘啊 我倒是觉得 你能在场上说出这么直白的话 说我觉得她很恶心 就是你真的不爱她 最初可能接受她 因为在校园里嘛 她又是学生会的 她高高大大的 可能满足了你的某种 所谓对男朋友的需求 就像她说 她其实理解的没有错 真正走到社会上 她没有工作 没有足够的能力 她连自己去胜任一份工作的本事都没有 她心里深深地瞧不起自己 你也瞧不起她 这个瞧不起是因为你不够爱 如果没有那么爱一个人 你就放手 但不要去鄙视她 小伙子 你也不要怪她 当你找回尊严 找回自己的时候 会有好的女人爱你 好不好 当然姑娘我觉得你也不是一个不好的女孩子 但是这段感情不适合你 你应该放手去寻找 你需要仰视的男孩 谢谢 刚毕业时候的慌乱 我经历过 2000年的时候 我进第一家公司 是一家影视制作公司 我是传媒毕业 学电视制作的 进去之后也是实习生 做了大概五天吧 我记得一个礼拜不到 然后他们还在招人 简历是我收的 我看到一张简历 电视制作的 得过奖 学校里面拿过奖 公司只招一个人 我是实习生 当时我想过 我把它撕了 因为这个人 基本上肯定是把我秒的 分分钟把我秒掉 我后来想 我是不是把它撕了 如果撕了 我基本上在这儿能待下去 如果我不撕 他肯定进来 后来这个人进来 我在这个公司大概 干了半年左右吧 一个月薪水没有超过1000块钱 大概干半年左右之后我走了 走了之后我去创业了 很多年之后 我回头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会觉得那一幕 我心里面 突然闪现的那个念头 很可笑 但是在那一刻 我闪现我这样的念头 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我错了 所以我不能做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两个 我不是说他一个 你们两个 都把不择手段这件事情 当成正常的 你或许是被他影响的 但你现在回过头去 你问一下自己 你现在还觉得这种不择手段正常的吗 你说他什么事情都拿来比 要竞争对吗 我告诉你什么叫竞争 他这个不是竞争 竞争是什么 竞争是我和你跑步 你跑得比我快 OK 我回去练 练完之后我继续给你跑 我锻炼我自己 争取努力比你强 这叫竞争 他这种什么你知道吗 我打比方 我们有一种叫麻将文化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搓麻将有一个课点 我排好 我糊了 我赢了 我排不好 我扣死 我不让你糊 我不让你糊 我不让你们所有人糊 我赢不了 不让你们所有人糊 所以这不是爱不爱的问题 这是心性的问题 至于你 你的问题在于什么地方 过于相信所谓的资源和关系了 我跟你说 自己没本事才会去想着 我要什么资源 爹妈给我什么 女朋友给我什么 学姐给我什么 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找时代的问题 爹妈的问题 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性 再好好地学本事 这样未来 你还有可能咬一碗饭吃 否则的话 一定被社会淘汰 就这样 谢谢 谢谢陆琪老师 来 陆老师 如果一个女人没脑子 就很容易被男人利用 但如果一个男人没有骨气 就很容易攀附女人 其实你刚才反反复复地说一件事 甚至都有点感动 眼品红了 你说家庭条件就这样 你说没什么资源 或许从刚才所说的这五件事当中 有一些事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说 你让女朋友把工作的机会让给你 你心里恐慌 你觉得她的家庭条件不错 所以可以让你先获得这份工作 顶多这件事情看上去就是自私和不男人而已 这也没什么 后来你剽窃她的理念 你大可以跟她说 我因为没有时间再去设计新的毕业设计了 所以用你的概念来用一用 但你没有说 但是利用你和学姐之间的暧昧 来积累某种资源 又或者是利用自己女朋友和学长之间的暧昧 为自己将来留下一点机会 连自己的情感和自己的女朋友都可以出卖 将来你还有什么是可以不出卖的 你心里没有一点愧疚 你没有一点心慌 你说你没有资源 你很心慌 但是当你出卖你女朋友的时候 你心慌吗 当你指着她的学长说 你这个男人跟我的女朋友暧昧 你不心慌吗 你不难为情吗 你 就是没脑子 当你跟她说 我跟学长之间 学长喜欢我 我们要不要捅破这层窗户纸 不要让我跟她 如此难堪地在一个工作单位上待下去 而她说没关系 将来这层关系可以用的时候 你难道没有感觉到 你有点悲哀吗 你在男朋友心目当中像个工具 而并不是真爱着你的人 你可以容忍她让你把工作机会留给她 是因为你帮帮她 但是如果一个男人最低的底线都没有 可以把你的情感作为自己工作的筹码的时候 你不觉得悲哀吗 你没有底线吗 所以记住啊 你今天自己说的话 要断得干干净净 可以吗 如果一个男人不把你奉若珍宝也就算了 如果把对你的感情都当成是事业的筹码 那么你们的这种感情 大概是一点价值都没有 有点骨头好吗 骨头硬一点 别软啪啪的 听见没有 敬礼 行 头抬起来了 还好啊 因为年轻啊 你得衰醒了 以后不再衰就好了 老师说的话记住啊 记住了 今天衰倒了好 你踏踏实实地干一定有前途 这个感情就算了 一会儿跟女朋友道一个歉 然后把身子挺起来 离开 好好去工作 一定有前途 女生 以后记住 坚守自己的底线 你们俩最后的一分钟 好好地感谢一下彼此吧 毕竟这么陪伴着过来了 是不是 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咱们 等着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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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们的时候特别感慨 来 请关门 我希望刚才是他们发自内心的一个表白 希望年轻的他们通过今天的这一跤能够衰醒 在他们的未来人生道路上面 把他们的腰挺起来 祝他们未来的路走好吧 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吧 各位请看 我和老爸结婚快37年了 前半生我们都是为了儿子最爱 现在儿子也成交立业了 我就选择以后的日子 该为自己着手选 我现在年纪大了 应该珍惜时间多去去走走看看 但我爱人并不理解 不喜欢我经常去去和那些年轻的朋友们跳舞 唱歌 曾经把我绑在他的身边 我只选择以后 我只选过自己一直选过的生活 青山继续玩 一宿一宿的不回家 家里有事也不管 今天我是病了也不照顾我 我觉得他越来越不关系我 也不想要这个家了 现在儿子那边希望我们过去 但他就是不想跟我去 这样的日子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过下去了 接下来我们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李先生66岁来自湖南退休 女嘉宾朱女士61岁同样来自湖南退休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慢点 欢迎两位 66了 66对不对 哎呀 身体真好 对 还可以 还可以啊 你知道你老婆投诉你什么吗 你不要说 就是都是为了我的原因 你的原因啊 我跟你核实一下啊 大姐说你很爱玩啊 不关心她是还是不是啊 是的 大姐她这爱玩是指什么呀 她爱玩啊 就是 不招家 不招家 嗯 回家睡觉吗 我怎么睡觉 不回家睡觉 那你在哪儿睡啊 我提不上就是 晚上跟那些朋友 跳了舞 以后就在国庭里唱歌 唱了就不记得时间呢 你就睡歌厅是吗 就在国庭玩得挺空宽的 你这老年生活真是丰富啊 一夜不睡啊 不 有时候累了就倒在 倒在国庭睡了就不知道了 哎呀 这个精神真好 你不担心她回不来吗 就是突然犯个病啥的 你还别说 啊 也就是2016年吧 那一会儿 下面下着很大的雪 嗯 我一个人就在外面走 不小心就摔了一跤 就脚就走不动了 走不了了 然后我就自己 打着这个车 来到了这个医院 嗯 医院一检查 就是骨折了 骨折了 嗯 就动不了了 我就打老公的电话 他的电话就关机了 后来我就把住院啊 就都办好了 我就居在病房里了 您自己办的住院手续 嗯 你呢 我当时我在歌厅 群友在一起在唱歌 我就因为唱歌的时候 那个手机也听不到 我就把手机关掉了 你是多爱唱歌 天天泡在歌厅里唱歌 啊 就是我那些群友 都是年轻的 他们都喜欢唱歌 群友 群友 就是QQ群啊 你还玩QQ QQ 微信群啊 都是唱歌的 都是户外活动的 还有户外 户外 自驾游嘛 还自驾 对对对 您都去啊 反正他们年轻的去哪里玩 我就跟他们一起去 他就 那你带老婆去吗 我没带 为啥不带啊 他去我儿子那里去带孙子去了 他去了我就更加亲身了 就没有人管我 哦 我就越玩越横宽了 明白了 就是他带孙子 你玩是吧 他在国外 在国外带孙子 哦 儿子去国外了 嗯 给你生了一个孙子还是 生了一个孙女 哦 您去带孙女去了 我去带孙女去了 所以你就在国内这么玩是吧 哦 我原来不会扣扣 也不会微信 我一个朋友 一个同事啊 他就叫我去扣扣 和那个微信上网 哦 我这一上网 还可以啊 就教育到一些 什么 父外群啊 跳舞群啊 那些 哇 这些群 你发现网上的世界那么神奇啊 世界挺大的 世界挺大 你那些群友都多大岁数啊 我那些群友都是上半周 都是年轻的 全是年轻的 四十多岁 四十多岁 四十多岁的 哦 有一次吧 电话闲了 我就去接那个电话 是一个 余同志 他就接了 他就说我去去办点事 他就走了 嗯 走了以后呢 我就跟着他 就搭着那个车 就跟着他 您跟踪他了 车的后面跟踪他 哎呀 我就看着 就到了那个舞厅 他就搂着一个 雨的在跳舞 哦 心里很不舒服啊 后来我就自己 就回到他家里 后来他晚上就回来了 啊 你说你去哪里了 嗯 我啊 我当时就回到他 嗯 我说啊 不是我跟你说了吗 我去去办点事啊 啊 你办事办了呢 整个下午去去 办了晚上这个时候再回来啊 啊 我说你在撒饭 我说你去舞厅了 嗯 我跟着你了啊 我看见你在跳舞啊 我其实 你怎么这样骗我呢 我当时要是告诉你 我去跳舞 你肯定不会答应我 他就是不愿意 我跟那些一心跳舞 哦 那当然了 谁愿意啊 对不对 其实我跳舞这一次 自己把自己的生活 要青春活力啊 哦 青春活力 行行行 你那群还出去玩是吧 我们那个群呢 每个星期都要自驾游去趁 自驾游 那您带老伴去吗 我好难 有一次 他就到国外去玩 嗯 他就问我 你去吗 嗯 我说我不去 我不去 你就别去吧 啊 后来他就自己 非要去国外 您去了 我去了 一个人去了 我的天哪 您那次跟群友 去哪了出国 欧洲行 哦 去到欧洲 嗯 就把老婆扔在家里了 他不去啊 我说你不去就不去 我自己一个人去了 他去了以后啊 就花了一万多块钱 哦 怎么不花钱呢 比心事要交七千多 我还要 在外面还有够点五万 那只要花一万块钱 也是很正常的 啊 这个我问问 你们家现在这个退休金 谁花得多 我是用我的钱 我在家里做饭 洗衣服 买这买那 全是我一个人的工资 他的钱就是王 哎 你们俩在退休之前 孩子没有给你们生 孙女之前 你们俩夫妻关系怎么样啊 挺好的啊 说实在的 我这一辈子 我就全梦想 把整个精力都 陪在那个小孩身上了 嗯 小孩从幼儿园到小学 抽身高中 大学到去过留学 嗯 他最后成家立业 有成就了 我就自己感觉 我这个档子轻了 儿子 那天生于后 我到了国外 到儿子那边去 待了一年年 儿子在哪儿生的孩子 在美国 哦 待了一年年以后 我感觉那边 感觉很孤僻 很孤单 啊 语言不通 我出去生个节 只看到车 没看到人 明白 这个我在那边没有朋友 我就感觉 日子过不下去 我问问 嗯 大姐你未来想在哪儿 养老啊 是在国内 还是去美国 跟儿子在一起啊 当然 还是愿意在国内养老 在国内养老 嗯 跟老伴在一起是吧 那 是还是不是吗 哎呀 这个问题问的怎么 嗯 你这回答让我有点发毛 你什么意思呢 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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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愿意去 我儿子要我们过去 他就不跟我去 你在这里我也不放心 你就会防风的 我说你如果是这样不去 我真的是很可能就非要跟你分开 哇 你都要跟他分开了 嗯 你别说这么严重 我跟你说实在的 你做这事做得很严重啊 我就是 你现在还通宵唱歌不回家呀 我这个人就是太爱玩了 您跟我说句实话 你又没想着带着老伴一起玩啊 说实在的 因为他那些跟我去玩的都是一些年轻的伴 我带着他好像面子是带不过去 他必须在 哦 都是年轻的伴 都是年轻的 你现在老了是吧 不太对 我不是现在老了 那您是什么意思呢 我感觉还是有点丢面子 哦 丢面子 所以你要把他放在家里是吧 他也不太爱 是他不热爱呀 还是你不愿意带呀 有一次吧 我们一块去唱歌 两个人合唱的 我们唱的时候他就没唱 后来我就把这首歌就自己唱完了 当时是这么回事 我那个群人也是搞活动唱歌 后来我就带他一起去 点了一首《未了学》 《未了学》因为是两个合唱嘛 当时唱的时候 我发现他唱歌就跑掉 要是两个人对不上歌的话 那不就丢人啊 我就索性就让他一个人唱完了 我就没上去 行吧 其实听着你觉得特别可乐 细想起来挺悲哀的 大概有部分的家庭都是这样 就是爸爸妈妈为了自己的孩子 放弃了自己年轻时候的生活 对吧 后来发现孩子长大了 我们开始要有自己生活的时候 夫妻两个人不能在一起 好好地生活 各自有各自的想法了 对对 你面对这样一种婚姻关系 或者家庭关系的时候 真是五味杂陈 你心里其实也乱 对吧 对对 又想跟那些人在一起玩 又害怕失去这老婆 有个说实在的 我把他抛弃在家里了 确实是对他不起 你看对不起 也难受 他又控制不住自己 如果我要是带他过去的 和那些年轻的在一起的 就感觉自己好像丢面子 您今天只有61岁啊 够操劳的 真的挺操劳的 对 为了这个家 为了这个家 不容易不容易 听明白了 其实今天来就是希望他能改 他要不改 你要考虑跟不跟他过的意思 是这意思吧 对 好了 那老师们会怎样帮助 这对长者呢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阿姨好 叔叔好 我由于做节目的缘故 就是常年会接触到 像叔叔阿姨这样 年纪的先生和女士 我非常理解 到了退休的年龄 老年人的生活 就是那是真正的 没有生活压力的时候 去旅行啊 去唱歌啊 去跳舞啊 我接触了大量这样的老年朋友 所以刚开始叔叔说 他的生活方式的时候 我觉得好熟悉啊 这个怎么会产生 这么大的问题呢 我慢慢地听下去 我发现 叔叔 真的有问题 因为我接触到的 大部分老年朋友 他们能够那么快乐 一 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爱好 二 他们有互相非常磨合的 默契的老伴 两个人共同分享这样的快乐 我很少听到 有谁把自己的另一半丢在家里 天天和别人去玩 我觉得叔叔你有点自私了 您刚才说了一句话 我听起来特别刺耳 您说我和年轻人在一起玩 我很开心 我没有办法带老婆出去 是因为丢面子 我听完心里咯噔一下 人家都说加油丑妻是一宝 何况我们阿姨也不难看呀 也很有气质 您这样说是对您这几十年婚姻的一种否定 您去跳舞的时候 他一个人在家会怎么想 您出国旅游和那么多年轻的伙伴玩的时候 您的妻子在家会是多么的寂寞 您去想过他吗 现在您67岁是吗 66 66岁 您想过您76岁吗 那我就没想到 反正是在70岁以前 该玩 该潇洒 就是潇洒 然后潇洒过后 70岁之后了 也许腿脚没有那么利索了 让老婆再去照顾您吗 那这几年您独自享受的快乐 谁来弥补他呢 这点我口气 对不对 人无远虑必有尽忧 我支持您去寻找快乐 但是我不支持您把老婆泡在家里 您就不担心70岁以后 当您真的腿脚有个问题 头疼脑热的时候 谁在旁边照顾您啊 那些年轻的朋友 他们顾得上您吗 只有您这个相濡你墨 37年的老婆 所以叔叔我支持您玩 但真的要和老婆一起 和您的爱人一起去分享 你们夕阳红的每一个时刻 阿姨啊 我觉得您关注自身太少了 您即便到了现在年龄 还在照顾您的孙子辈的孩子 关注自己太少了 就可能您的另一半也不关注您 当我们不关注自己的时候 就有可能身边的人 也没有那么关注您自己 所以其实您也可以去培养一下 自己的爱好啊 您快乐了 他就特别愿意和您在一起 分享您的快乐 你们在一起的时光就多了 你就不用担心这老头子 把你丢在家了 好不好阿姨 加油啊 谢谢 谢谢 其实看了你们的故事之后啊 才能够真正理解那句话 最浪漫的是 是一起慢慢变老 但难免有人老得快 有人老得慢 用中国的传统语言来说 你这样的就算是想不开的 她这样的就是想开了的 是 对吧 想得太开了 是 你就太想不开了 不去说想得开好 还是想不开好 有很多女性就像你这样 她们的这种伟大 同时也是她们的悲哀 就我这一辈子吧 年轻的时候伺候老的 年纪大了以后 我还伺候小的 到最后呢 我还得伺候我的老伴 有些人就不一样 随着时代的前进 有些老人想开了 我不能这样 我应该享有我 自己的快乐的老年生活 这个我是支持的 但是我万万不支持的是 老了老了 你倒觉得自己的女人 拿不出手了 你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 你话里话外的意思 都是觉得 我的女人拿不出手 对 对吧 你就是这个意思吗 你说带她出去 没有面子吗 跟她在一起唱歌 走调 觉得丢丑吗 不就这个意思吗 也是方便一点点 那我想问一下你 那些跟你一起出去玩的 那些年轻人 怎么不以带着你这样一个老年人出去 觉得是一个负类呢 人家怎么不嫌弃你呢 我那些朋友 一说去 你呀66了 那看不去 你顶多看了50岁 但是跟年轻人在一起活跃的同时 你觉得从年轻人身上能够获得活力 那我想请问 年轻人带着你玩 你为什么不能带着他玩呢 你为什么不能把你的青春活力 你传染一些到他的身上 我最受不了的一点就是你觉得他拿不出手 他拿不出手 他老了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对不对 不能嫌弃自己的妻子 你说儿子成才 你付出了很多 他没有付出吗 是的 我们连都付出了 所以越是老了越要懂得尊重 他内心其实还是愿意跟着你出去 哪怕是唱歌的时候你给他洗个调 你带着他唱 唱得好不好重要吗 关键是你愿意带着他唱 明不明白 以后他愿意带着你玩你就跟他去 但是如果他不愿意带着你玩 该发脾气还是得发脾气 我跟他去他不跟我一块唱 好久跟别的与他去餐去了 你以后你也练练歌嘛 我觉得我唱得也挺好的 哦 你也唱得挺好 我也唱得挺好的 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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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就先天像新天这样 打扮得美美的 自信一点 好不好 好 不准欺负别人 有点 那我不费的 谢谢点 我只讲一个故事 给你听 您也听一听 嗯 在我的生活里曾经有一个叔叔 就是像您这样的 嗯 也是玩 也是到这个岁数了 孩子也是不在 嗯 差不多比您再大一点点 到七十岁的时候 老先生在外面玩 突然就脑梗 偏瘫了 谁伺候他呀 谁伺候他呀 不是老婆啊 啊 老伴 就老伴啊 嗯 这时候老伴可就厉害了 他要真把这个老头扔下吧 女生特别善良 中国的女性 他扔不下 对 可是这么多年 你欺辱我的这点事 是历历在目 对不对 对 是吧 嗯 哎呀 一边推着轮椅 他就一边骂他 这日子怎么过呀 我不 我不分约这个日子 啊 因为我每天跑六公里 每天跑过 我说的是什么 就是世界总有万一 所以你们俩到底怎么弄 我给您一建议 你也出去旅行 游轮游 像你这些岁数 也有跳广场舞的 你也可以找男伴啊 对 对吧 对 你看看他急不急 太让人生气了 人家腿都摔断了 这个在歌厅里面 还唱歌呢 自己办了一个 你这个意思就不对了 不对了啊 你要得去找男伴 那不是把我推开了 不能撇开您是吧 对对对 你能改吧 改了 一会儿好 跟老婆认错啊 你带他出去还丢人不 现在不丢了 行 去去 怎么着 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鼓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老爸 以前都是我不对 是孤狗的王啊 在外面潇洒 把你一个人抛去在家里 我以后再不会有这些事了 希望你连接我 我把以后的 我的后半生的余生 都献给你 好不好 谢谢你 老爸 你说这些 我是不会相信的 好 你还对我有信心 我对你没信心的 因为你在外面 玩得太狂了 我还要再想一想 我现在是不会相信你了 希望你好好想一想 希望你连接我 好不好 好 来 所以这女性的觉醒 是多么的重要 是吧 大姐 对 回去吧 加油 大哥 好 谢谢 谢谢 请回 对 改变的 好不好 以后不要再跟妈咪去跳舞了 我会自己游车自己的 好吗 以后到哪儿要带着我 给我一块 我会的 要去去 我带你一起去 好不好 那就好吧 谢谢 谢谢 好好好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在爱里等着你 对你停息就掌握你 在梦里全是你 不要再质疑 把我抱紧两颗心 唯一的遗憾是这个奖品还没拿走 没关系 工作人员会送给他们 来 接下来一起进入 一辈诗爱情保鲜剂 有网友向托老师提问说 我们结婚十年了 我老公总和别的女人暧昧 以前为了孩子 再怎么生气也忍了 以前只要我提离婚 他都会诚恳地跟我道歉 说以后不会了 可那都是假象 现在还是有很多女人跟他联系 而且为了某一个女人 他在家总和我吵 还说是我无理取闹 说他们俩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 我到你的底线 并且坚持你的底线 很显然这个男人 已经突破了你的底线 所以你的所谓的离婚 这样的要挟已经不在其作用 如果你再不找回自己的底线 我相信你还会继续地容忍下去 好 谢谢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要保湿伊贝斯纯的爱 放心爱 伊贝斯纯净面膜 冠名播出的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 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那几天和股方